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杨子的男友是谁? 于记直播揭秘两人同住一小区,南方让人大跌眼镜。 杨子作为当红小花,一直备受关注,不仅作品不断,感情生活也是众人猜测的焦点。 近日,一位知名余记在直播中爆料了杨子的恋情,称杨子有男朋友,而且两人同住一个小区。 这一消息一出,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,纷纷开始推测杨子的神秘男友到底是谁。 首先,有人怀疑杨子的男友是张艺兴,因为两人曾经一起参加过向往的生活,并且在节目中有过亲密互动。 不过,余记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,称这个传闻挺离谱的。 事实上,杨子和张艺兴的关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暧昧。 两人只是多年的好友,相互支持,没有任何恋爱的迹象。 接着,有人猜测杨子的男友是邓某,因为两人曾经合作过湘密,并且都在北京有房产。 而且,之前邓某被爆出他房的丑闻后,杨子还是不离不弃,给予了他很多安慰和鼓励。 不过,这一说法也很快被打脸,因为有CP粉发现,杨子一直在北京拍戏。 而邓某却在杭州忙碌,两人根本没有什么交集,更不可能同住一个小区。 最后,有人猜测杨子的男友是刘学义,因为两人是欢瑞的同门师兄妹,合作过多部剧,关系非常亲密。 而且,两人还被扒出了很多同矿的证据,比如同款碗,同款落叶,同款墨镜等等。 更有甚者,两人还被拍到在刘学义的家中共度生日,刘学义还将自己吃过的蛋糕喂给了杨子。 被网友戏称为夜光蛋糕。 虽然两人都否认了这一事件,但是狗子却晒出了高清视频,证明了杨子确实吃了刘学义的蛋糕。 对于这一说法,有网友表示非常有可能,因为刘学义和杨子确实住在同一个小区。 而且两人的感情也很好,不排除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。 也有网友表示不相信。 认为刘学义和杨子只是多年的好友,有些同款也是正常的,而且两人也多次澄清过。 不应该被狗子一句话就定性未恋人。 更有网友表示,不管杨子的男友是谁,都应该尊重他的私生活,不要过分干涉,只要他开心就好。 杨子的恋情到底是真是假,目前还没有官方的回应,也许只有时间才能揭晓答案。 不过,作为杨子的粉丝,我们更希望他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,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而不是被无谓的绯闻所困扰。杨子是一位实力派的演员,他的作品才是他最好的名片。 至于他的私生活,还是给他一些空间和尊重吧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但对此,我号吗? 即使我五日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